欢迎来到乳腺医学课 听了前面几讲,你已经知道 乳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癌症 而且男士也没能幸免 不夸张地说,我们身边可能就有这样的患者 所以,每个人都很有必要了解一点相关的知识 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恰好有刚刚确诊了的早期乳腺癌患者 我建议你把这一讲内容分享给他 相信一定能对他有所帮助 前面的课程里,我们不止一次强调过 要定期去正规的医疗机构体检 目的是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为什么我要一再强调呢? 因为就乳腺癌来讲,能不能在早期发现 直接决定了这个病有没有可能被治愈 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可以把早期乳腺癌和晚期乳腺癌 当作两种疾病来对待 医学上,癌症治愈的标准是经过治疗康复以后 五年没有出现复发转移 或者说,维持五年无流生存就达到了治愈的标准 早期乳腺癌患者在接受规范治疗以后 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 但是,一旦到了晚期,就成了不可治愈的疾病 就是说,很难再次达到无流生存的状态 不过即使到了晚期,成了不可治愈的疾病 如果治疗恰当,五年生存率依然可以达到25% 中未生存能够达到三年 这和很多其他的到了晚期就只能按月计算中未生存的癌症比起来 还需要仁慈许多的 既然乳腺癌的分歧那么重要 判断早期的标准是什么呢? 通俗地讲就三条 第一,病造只局限在乳房 没有转移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第二,没有或只有微小的区域淋巴结转移 第三,乳腺癌病造的最大直径 小于等于三公分 我们刚才讲过 早期乳腺癌患者接受规范治疗以后 五年生存率可以高达90%以上 但是请注意 这里可有两个限制条件 不是只要做到早期发现就可以了 还必须要获得规范治疗 那什么样的治疗才算规范呢? 我猜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做手术啊 我要告诉你 且慢 早期乳腺癌的规范治疗 可不是一切了之那么简单的事 而是一整套复杂的综合治疗方案 要理解这一点 我得先告诉你一个 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的学界共识 就是乳腺癌从一开始 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你可能会说不对啊 老师 您不是刚刚说过 早期乳腺癌的判断标准里 有一条就是没有乳房之外的 其他部位的转移吗? 怎么现在又变成了乳腺癌 是全身性的疾病了呢? 这不矛盾吗? 我告诉你 不矛盾 因为乳腺癌是全身性疾病 是一种认识 而没有乳房之外 身体其他部位的转移 是一个人为设定的标准 就是说 影像仪器的精密度是有限的 现在靠影像 最多能对0.5到1公分的结节 做出倾向性的性质判断 再小就看不清了 或者说 患者体内可能已经有了 很微小的转移 但目前的影像检测不到 所以 乳腺癌是全身性疾病这个共识 是我们开展规范治疗的 理论基础之一 很多人没有理解这一点 所以在对乳腺癌手术的认识上 就经常会出现一些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 做手术就是当务之急 越早越好 其实 基于乳腺癌是全身性疾病这个认识 做手术可能没有那么紧急 20世纪80年代的生物学研究已经证实 原来那种 直接切除恶性肿瘤原发造的方法 反而会加速已经转移了的 癌细胞的增值 而如果把药物治疗放在手术之前进行 就不仅能明明白白地看见药物 对肿瘤的治疗效果 还能清扫那些潜在的转移造 为争取更高的治愈率 扫清障碍 这种安排在手术之前的药物治疗 叫做新辅助治疗 或者术前药物治疗 是区别于从前的术后药物治疗来命名的 新辅助治疗的作用很多 除了刚才说的这两条之外 还有可以通过缩小原发造 和液窝淋巴结的转移造 使得有些诊断的时候 不能做手术的患者 可以做手术了 使得有些原来不能保留乳房的 可以保留乳房了 这样就为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个误区是 手术范围越大越好 你可能听说过乳腺癌根治疗 这是19世纪末 美国的Hosted医生发明的 简单的讲 就是切除包括患测乳房 胸肌 以及同侧区域淋巴结等组织的手术方式 当时这种手术 让乳腺癌患者的复发率 从85%骤降到了6% 极大振奋了医者和患者 与乳腺癌斗争的信心 后来的乳腺癌手术方式 大多是在这个手术方式的基础上 发展演变的 手术效果这么明显 那是不是手术范围越大 切除组织越多 就越能斩草除根 降低复发转移的几率呢 这个想法很符合直觉 20世纪中期的医生们 也曾经这么想 当时的乳腺癌手术 甚至发展到 不只要切除全部的乳房和胸部肌肉 甚至连肋骨的一部分都要一并切除的程度 不幸的是 后来的事实证明 损伤这么大的手术 并没有进一步减少病造复发转移的概率 反而因为更常见更严重的并发症 增加了手术直接导致的死亡率 人们这才明白 乳腺癌手术并不是切得越多越好 正在听课的同学 如果你觉得不过瘾 我这里还有套3980的进阶版课程 联系微信客服1225791460 免费领取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乳腺癌手术的创伤是越来越小了 而且在术前药物治疗和术后放疗等 治疗方式的配合下 为患者保留乳房成为了可能 第三个误区是 治疗就等于手术 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 医生在术后 根据患者病情建议的放疗和药物治疗 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据统计 在所有接受乳腺癌手术的患者当中 有超过50%的患者需要接受术后放疗 特别是那些接受了做保留乳房手术的患者 放疗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程序 我就有过一位患者 在外院做完保留乳房手术以后 复发转移了 我在询问他病史的时候发现 他术后既没有做放疗 也没有做内风泌治疗 我问病人和家属 是医生没跟你们说后续要做这些治疗 还是你们没听话 他们挺实在的说医生建议了 但是他们理解的建议就仅仅是建议而已 就是可执行可不执行 当时我都听懵了 我想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 应该还是因为这样一种错误认识 就是以为只要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医生的医主 吓得不够清晰 前面讲了不少关于手术的知识 我们来归纳一下 早期乳腺癌的规范治疗不只有手术 而且包括术前或术后的药物治疗 以及术后的放疗 这是当前早期乳腺癌患者的规范治疗 最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空心针穿刺活解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套规范治疗的方案 但是我在跟一个一个真实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 还是会不停地面临选择 到底是要先做术前药物治疗 还是马上手术 选择哪种药物治疗更好 能不能做薄乳手术等等等等 这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一个关乎病人生存期和生存质量的重要决定 要知道早期乳腺癌的规范治疗是因人而异的 对于两个早期乳腺癌患者 即使是同一个医生给出的治疗建议也可能是不同的 那怎么为每一位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呢 我们常用的方法是 如果怀疑就诊者罹患乳腺癌 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着急手术 而是先确定病理分型 只有掌握了必要的诊断信息 才可能做出适合患者的治疗安排 目前可以获得确切组织病理诊断 给患者的创伤又最小的方法 就是空心针穿刺活检技术 用一根比平时打针输液的针稍微粗一点的针 在B超引导下到达那个病变部位 取一点组织出来 然后拿去做病理 如果是良性的 不需要做手术 如果是乳腺癌 那就需要根据病理分型和临床分期 由医患双方进行深入沟通 做出治疗选择 那下一讲我们就说一说 患者在完成了早期治疗之后 应该怎样开启一个新的生活 下一讲见 你好 我是魏亚儿 欢迎来到乳腺医学课 上一讲我们说了早期乳腺癌的规范治疗 这一讲 来说一说术后康复 你可能会问 做完手术回家好好养着不就行了吗 这还至于拿出来专门说吗 其实 乳腺癌患者手术阶段治疗以后的康复过程 对于患者和家人都有重要的意义 也非常需要专业的指导 遗憾的是 现实当中 临床医生都因为工作太忙 所以很难拿出精力 去进行后续的持续跟进 那么这个话题 往往就成了患者之间 或者是患者家属之间开展的一种 道听途说式的讨论了 我不止一次见到 患者在医生这里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手术 但是出院以后 因为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 该做的后续治疗和关注的注意事项 都没有遵照医生的嘱咐执行 结果导致后来不仅病情很快出现反复 而且还没能及时就诊 错过了比较好的治疗时机 为了尽量减少这种悲剧的重演 这一讲 我就跟你说一说乳腺癌术后康复那些事 早期乳腺癌患者完成治疗出院以后 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我认为第一步 就是在心里明确自己的新定位 很多做完乳腺癌手术阶段治疗出院的患者 有这样的疑问 从癌症的角度看 我现在到底算病人 还是不算病人 如果算病人 我的抗肿瘤治疗已经结束了 如果不算病人 那我算康复者吗 这里我给你介绍一个来自美国国力癌症研究所的概念 就是癌症幸存者 癌症幸存者的意思是说 所有被诊断罹患癌症的患者 不管是否被治愈 从拿到病理诊断书的那一刻起 直到生命终结 都是癌症幸存者 我个人认为这个定义是比较贴切的 为什么呢 首先 就像火灾地震这些重大自然灾害一样 癌症这种疾病 无论对个人还是家庭来讲 也都是重大的人生灾难 很多人愿意在平时参加防火防灾训练 但是却很忌讳讨论 如何看待疾病 如何跟医生合作面对疾病 以及如何进行疾病后的灾后心理重建 等等比较艰难的话题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的刻意回避而消失 而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 甚至可能使得后续的道路越走越艰难 而幸存者这个说法 恰恰是在引导患者和家人 像正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一样 正是疾病造成的伤害 而不是试图去否认它 遗忘它 其次 我们从来都不可能回到过去 据说 很多病人出院以后 会有一种急于摆脱病人身份的兴奋 不愿意再回头 哪怕多看一眼得病时的伤心往事 急切地一头扎进了 以往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当中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实是 即使是已经达到治愈标准 五年内没有复发转移的患者 也还是有可能会在五年十年 甚至是二三十年之后 出现复发转移 所以 癌症幸存者的定义 给患者和家人的后续生活 赋予了新的内容 就像我的一位患者 Jennifer说的 乳腺癌术后 康复的过程就好比站在今天的十字路口上 要做的是告别昨天 展望明天 明确了这个身份定位之后 我们来讨论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首先是术后内分泌治疗 在完成手术 药物治疗和放疗之后 一部分患者手术阶段的治疗就算结束了 但是另外一部分患者的治疗还没有结束 这部分患者就是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 他们还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 进行连续五到十年的内分泌治疗 这一点非常重要 坚持遵医嘱用药的患者很多 而不遵医嘱擅自停药的患者 各有各的理由 一个很常见的理由是 前面那么多的痛苦治疗都扛过来了 应该就安全了 继续用药 等于一直在提醒自己是病人 这个残酷的现实 其实呢 不吃应该吃的药 不仅不能帮助患者 消除癌症幸存者这个新身份 还大大增加了复发风险 第二个常见理由是 感觉内分泌治疗吃了不疼不痒的 能有什么用啊 二十世纪的一项全球大规模临床研究显示 做不做内分泌治疗区别是很大的 术后连续使用五年他莫西芬 进行内分泌治疗的患者 十年复发率比不进行内分泌治疗的患者 降低了将近50% 更何况医学技术还在突飞猛进 有效并且低毒的药物不断涌现 治疗与不治疗的差别更是在不断加大 我经常对患者说坚持用药虽然有可能出现复发转移 但那是老天爷的事儿 但是如果我们不坚持用药一旦出现复发转移 那可就是自己的事儿了 如果说前期手术阶段的治疗是快刀斩乱麻 那么术后内分泌治疗就是一个日复一日滴水穿拭的缓慢过程 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还得耐得住心性才行 除了内分泌治疗之外 另外一件不得不说的事儿 就是所有患者都不应该忽略定期复查这个医嘱 出院的时候 医生一般都会嘱咐患者要定期复查 复查的节奏简单地讲就是前密后疏 比如疏后两年之内每三个月复查一次 三到五年是半年一次 五年之后是每年一次 定期复查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如果患者有症状的话 可以及时向医生反馈 以便医生帮助分析原因 比如是以往使用药物的毒副反应的延续 还是目前使用药物的毒副反应的表现 又或者是罹患了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另一个目的是 如果乳腺癌出现了腐发转移 咱们也能再次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进而争取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要知道腐发转移在一开始 也是没有明显症状的 有人会说 去一次医院就让我加深一次 我是癌症患者的印象 所以不愿意去 一位酒精沙场的患者告诉我 开始我每次到医院去做检查 也紧张生怕查出问题来 后来我想明白了 只有定期完成复查 您才可能根据结果告诉我 我现在没问题 这样我和家人就又能够至少轻松愉快一整年了 所以现在虽然不能说不紧张 但我还是会按期复查的 前面咱们讨论了手术阶段治疗结束以后 一些需要纠正的错误认识 接下来咱们讨论一些康复方面的问题 有些人会特别注重饮食上的禁忌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有人会担心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各种压力 不利于康复 干脆开始了唐导式的疗养 那关于吃 原则上讲 西医是没有特别禁忌的 营养均衡就是王道 关于修养方式 唐导式的修养 不仅不能帮助身体从前期治疗的损伤中尽快恢复 反而有可能带来心理方面的问题 比如抑郁 那怎么办呢 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老话叫做生命在于运动 对吧 那么作为乳腺癌术后患者 怎么运动合适呢 很简单 每天三十分钟左右的适度锻炼 锻炼的方式因地之谊 比如步行 骑车 或者游泳都很好 无论是对于强健身体 还是愉悦心情 都是有意无害的 那锻炼的幅度 是以患者心率在活动以后 比安静的时候有所提升 但休息一会儿就能恢复作为尺度 这是一个非常因人而异的标准 所以需要患者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摸索 如果家人能够陪伴患者一起活动 当然更好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运动的幅度要以患者为准 不要勉强患者跟家人同步 最后 给你讲两个患者在术后改变生活的例子 一位是蒂女士 她曾经是一位冲锋县镇多年的资深记者 在乳腺癌手术阶段治疗结束以后 选择在不惑之年 勇敢地走进心动已久的陌生行业 开启了崭新的人生旅途 另一位是薛姐 她上个世纪接受了乳腺癌扩大根治手术 导致局部神经损伤 肌肉萎缩 右上肢功能完全丧失 但薛姐没有怨天尤人 也没有依赖家人 反而经过刻苦练习 学会了用左手吃饭 用左手写字 还积极参加各种志愿者工作 成了名副其实的朝阳群众 薛姐良好的恢复和她老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她发病后的三十多年里 老公把生活重心转移到家里 承包了所有家务 虽然薛姐开朗能干 自己跑医院完全没问题 但是她老公还是默默的 风雨无阻地 陪伴她的每一次就诊 让每一个知道薛姐故事的人 都非常感动 根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调查 许多癌症幸存者认为 这个阶段的治疗经历 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让他们更认真的 去欣赏每一个新的一天 我希望有更多的患者 能够以这样的心态 面对静后的生活 目前我国每年有新发的乳腺癌患者 大约三十多万 这个数字还在继续递增 而早期乳腺癌如果规范治疗 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么一算 面对术后康复问题的患者 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如果你身边有做过手术 正在康复的朋友 建议你把这一讲的内容分享给他 好 那如果乳腺癌一旦进入到晚期 是不是就很可怕了呢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治疗呢 咱们下一讲见 根治疗 过打 岳 使用 叨 撒